我现在在龙华山河 我要去那个邮政 云航 发一个快递去香港 看一下这 这个好像关门了 倒闭了 这个也没开门 这里还有一个大声 前面就是那个邮政 前面还是有蛮多人在找工作的 做的行李箱 刚刚这个说它是银行 发不了 我要换个地方 去那边 发一个瓶邮 这个 什么 苏宁小店 倒闭了 没开门 美团骑手招聘中心 关门倒闭了 对面是一个购物中心 但这里有一栋大楼 好像是倒闭了 有点破旧 挺大的 租金得多少 这么方废了吗 这边是一个很大的购物中心 一层 两层 三层 五六层啊 就是倒闭了 浪费 哇 前面还有一个很大 哇塞 那个也 那个好像也是倒闭的 那个比 那个比这个更牛逼一点 更气派的 哇塞 这么大一栋鞋子楼倒闭了 看没有 这么大一栋鞋子楼都倒闭了 这得多少资金啊 每个月 每个月收租金都可以收 我怀疑 每个月租金都可以收十多万了 几十万了 放飞在这里 倒闭了 现在还被当做停车场 停了很多车在那里 又有一个山河老师一同跑路了 对面天桥底下有很多人在找工作 急着行李箱 好 列了 我让你坐这撑开 那已经走进了 这是绕船 前方 说 那你坐这两个人 都走进来 你坐这我 来 没有 去 这 中国电信倒闭华为 地毯墙子倒闭 桂林米粉倒闭 润滑油倒闭 毛仔饭也倒闭了